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乖欢迎收看小乖新一期的倒塌视频啊那么我们这一期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盘这个上分利器啊如果你是单排的话呢这个英雄绝对会让你的胜率更上一层楼而且反正我一般单排胜率是非常的高的用这个英雄最近基本就是没怎么输过除非是队友神坑啊要不然一般来说是不会输的 没错啊那就是有鬼了相信最近一直在看我直播的朋友们可能最近两天也是看兔了因为这个英雄我最近玩的是真的蛮多的当然啊这个游戏就是打的多啊你就会了解的就更多我这么多盘是没有白玩的像我那个出装啊打路人是非常的适合的而且你玩起来也非常的爽两个字机爽啊打顺的时候那你砍那个对面酱油砍小学生一样非常的舒服好了在游戏的开始之前啊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正事就是在我们屏幕的中间呢有一个呃我的直播间地址然后大家闲的时候空的时候啊或者无聊的时候呢都可以来看一下啊火牙点CYM然后后面一个鞋杠加上一个乖 你也可以打开这个百度直接搜索火牙然后有一个德塔一魔射的分类然后那个乖就是我然后点击基本就会看到了只要我在直播啊应该就可以看到我 然后我们屏幕的左边呢有一个我们呃美女鞋店的店长微信然后大家想买鞋的话呢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 然后有什么问题啊直接就跟他说好吧 而且我们在每一期的视频呢会抽出一双潮鞋啊这一期视频会在视频的结尾啊然后把这个抽奖的环节给大家放出来 就是上期还有上上期啊三期的一共哎呦哎两期对对对两期的这个抽奖给大家放出来 好了那么这边的话呢我也是在想抢服啊先看一眼 中单蓝猫然后沉默保我 亚巴盾烈士路我们这个阵容还不错 还有一个蓝胖子对面的话呢是辅王全能 哇这两个人都恶心 这个火猫好像有点哎这个火猫好像弹出去了 可以的那我来一个地可以掉这个火猫人头拿到一血 这样的话就有点舒服了出门拿一血还能空一个赏金神符 我说这人切出去了还捡了点智力 这火猫真的是报警了出门就雪崩 当然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呢我可能就不打他了 但是他这三个人你冲过去不杀他的话就浪费了两个团 对我的时间了 这样只能证明我这个人太没有团队精神 我只能是吧杀了他 操上厕所去了 火猫真的惨 下路是一个府王 那这样的话下路有个沉默保我 他们也不好混啊 不过一个全能保这个府王 呃府王加全能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组合 像我记得有一个版本的斗塔二就是呃打路人非常流行这个全能加上府王 刚好可以解沉默的T跟C 让沉默也不太好压制他 这边沉默给上一个T 啊我先混着 哇这个府王怎么还没打他就赚啊 前面的话不能太刚啊 这个府王还是比较厉害的 哎呀算了不补了不补了 一般兵多的时候只能用那个拉仇恨的方式来补刀 而且我这边觉得压力点大 我就学了一个折射 这边的兵线也是进塔了啊 没办法 这边是电一道 两个兵只能选择补一个 呃除非用地来补 要不然的话 肯定是补不到的 这边学了一句皇五 想杀这个府王 应该是有机会的 算了把地直接放了 啊应该地到了地到了 我还以为地地板了 哦我这边也是S了一下K个头 刚才是只打出了一个荒芜的伤害 并没有打出普攻 那个人头对我来说很需要 因为打府王的话前期一定要肥 早一点把我想出的那个装备出来 啊那我也不跟大家这个 捉着藏着了 没错我肯定是要出封联的 天鹰界然后直接封联 如果没有压力的话呢可以先出上位鞋 就是上位鞋加上一个小吸血 如果压力大的话就直接这个天鹰界草鞋 然后买吸血直接出封联 这样的话你打也就是无伤 效率就很高很高了 前面皇也是在跟沉默队打 那我也先不过去了 不管他了啊 先把兵线尽量的控住 我这边是需要两级的地感觉这个房有机会啊 我已经有我已经有那啥了啊 买出一上位鞋 再给他一个地 买出上位 那这样的话房应该又死了 全能一口奶但是我感觉 嗨 哎 这个房突然转了 我感觉我应该能拼掉他的 而且当时那个状态我如果能把他拼掉 然后我就送野了 或者即便我被全能收了 我这回也是不愧的 因为我是没有状态了 我就想回家了 结果没有拼掉 直接送掉了 这波有点冲动了 头一点硬了啊 这波不应该啊 算了 把这个大药给填衣贴了 反正我现在是一个无解肥的状态啊 三分钟上鞋 也是因为出门拿了一个医血 控了一个神符的原因 要不然打斧王家全能应该没这么舒服 不过也不会很惨 毕竟是这个沉默宝 而且现在这个拉兵的仇恨是非常舒服的 你点一下就往后走 那个兵就自然过来了 好像比以前要好拉一点 小I miss 我小心一下这个权能 估计 他们这 有点专业呀 打路人还把这个现眼给排了 你玩不玩 我完了完了完了 要被防吼了 哎呀 全能一口奶 死不了 但是也要被打的打得很残 这个皇也是有点烦 那这样的话又没什么血了 算了 买出一个大魔棒 四分钟大魔棒加上位鞋还可以 其实前面优鬼的发育呢就是那么回事 除非你就是出我的那个装备 你要是按按常规的来出出那个相位鞋 然后加骨灰的话呢就 其实肥不肥都那么回事 除非是你肥的爆炸 跟一般肥啊就是没什么区别 我个人感觉没什么区别 除非局势很好 主要是这个优鬼能中期打团收割 就是最重要的 前期穷一点 肥一点 无所谓的 因为这个英雄我玩的真的太多了 而且看的也比较多 前期再肥中期打不起来架 然后线不好站 就很僵了 刚才我是没有买这个大魔棒 买了一个细带我给忘了 我就说嘛 我应该不会出大魔棒的 我一般打幽鬼现在都不出魔棒 因为我是一个很脆的幽鬼 我就是裸了一个天鹰界出来 然后带一堵吃术 直接打出吸血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无限钻研 然后圆盾的话呢 一般来说可能会出一个穷鬼盾 反正格子是不够用的 一会我的装备就是应该 向我写天鹰界 封脸 单刀 然后加上一个穷鬼盾 哎不对啊 你感觉少了一个格子 反正一般来说没格子 哦这边火王是冲过来了 他这样就不是很对了兄弟 哎呀拿错了没拿到细带 算了先把这个火王杀掉 他肯定是死掉了 他没得跑了 把一个火攻带走 把装备丢地上 这个大药 算了拿上吧 拿上拿上 我这边是给买出天鹰界了 六分钟天鹰界 哎 全部够贴了个小蓝 可以 那等会再买这个天鹰界 对面大哥是一个拍拍熊 这是什么情况 现在这个拍拍熊打路人也是比较热门 非常的热门 只要这个没人选 那肯定对面就会选 没人抢肯定会选 这个英雄就是玩得比较开心 就是反正现在很多路人都喜欢打野嘛 打野就是没有什么压力 就是我一边打野 然后一边看你们线上的情况 然后我出个吸血 偷个盾 这个时候我就疯狂的杀人 反正拍拍熊一般都不会打得很难受 除非像我们这种主播啊 或者打这个素材的时候就比较难受了 因为你拍拍熊碰到对面会玩的是不是那么好赢的 这因为后期太蠢了 打不到人 这边打这个权能 应该杀不掉了 算了算了兄弟 别遮了别遮了别遮了 没意思 这两天我们也是在对黑 一般对黑都会放到下午 所以说大家下午到晚上12点左右 12点之前结束吧 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对黑也比较精彩啊 而且有的时候打的也是比较欢乐 毕竟大家都认识 我们一般对黑的话呢 都是熟人 十个熟人进去打这个GPST 然后在对面的时候杀了他们 或者被杀了都会可能被嘲讽啊 当然我杀了他们的时候我也嘲讽他们 这个嘲讽这种东西很有意思的啊 这盘是队友 下盘可能就是对手了 当然你上盘嘲讽的对手 下一盘可能就是队友 所以说 比较欢乐 比较欢乐 这盘排准硬是跑到了下路 我这盘 真的是比较肥 但是我也被这个防断了一波节奏 反正我这个出装 就早一点把疯脸做出来 就可以进入这个正轨了 蓝猫也是拿到了一个大杀特杀 这个出装 我跟大家说啊 不是闹着玩的 因为这个疯脸刷野是一个效率很高的 疯脸刷野效率真的是很高很高 有鬼陣英雄 他的缺点就是 怎么说 他的缺点就是刷野太慢了 就是打不起来架 线上不好战的时候 不太好刷野 哇 这拍拍手我打不过他呀 手针剑呀 他拼了一波 被他打了一顿 这拍拍手还有盾 算了还是好 好好的补刀把不跟他拼了 万一被他拼死的话就很尴尬了 因为拍拍手这个英雄不稳定因素太多了 他突然开个大 把连续拍把我拍死那也说不准 你忍他一手 忍他一手忍他一手忍他一手 我来下路来你 你有感觉你不用管我 我现在是一个有吸血的人 吸血吸得很快 我这个装备打也是无伤的 因为我已经打过很多盘的封联优鬼了 这个节奏是我最熟悉不过的了 现在已经进入了我的节奏 等我封联一出 我就是推线刷野 推线刷野 野线双收 这样的话我这个打闲效率就高很多了 就不像以前的那种传统优鬼 只能在这边控线 控线打 我是一个推线打 首先推线 把线推过去 对面抓我的话只能开我 然后我又能刷野 打闲的效率又增加了很多很多 这是我为什么会出封联 好这边防又提到了下路 但是我感觉我并不是很怕你呀 等那个兵被他转死之后 我就准备撸他了 好的封联也是在晕了 担护一下 现在我根本就不怕他 只要这个兵比较少 我就可以随便担他 好 高兴一下 我想等他这个吼 哎 完了 小歪来了 把这个小脸吃掉 这波是有大招 十分钟 封联天鹰界加香味 已经是把这个基础装拳都出奇了 装拳能感觉可以杀 小福王还在下 上路有人 有大的时候你们最好打起来 哎这边防想动我 看有鬼之刃 差那么一点点啊 这个防趁我发呆的时候想杀我 这边也是在开视野 上路是一个火猫 哦原来他们大哥不是白白熊 是个火猫 应该能杀掉了吧 我就不开大了 算了开了大吧 感觉他们杀不掉了 好 我这边是船的下路 哦 小歪扬住了我 防帝谁没有反应过来 要不然我死了 我这边也是有点贪心 哎呀 感觉有点感冒了 这两天睡得不太饱 我是玩到了很晚 然后起得比较早 啊我这边是很贪心了 贪心了贪心了 我是直接点这个小地图传下来的 因为刚才如果再不传的话 呃就到时间了 就没有时间看下路的情况了 我还好是没有死掉 拍拍影师已经跳刀了 11分钟 下路人比较多 我们队友是靠下来了 其实也无所谓吧 如果能让我刷线加刷野就更好 如果线上危险真的很大的话呢 我可以完全去刷野 我的装备不会落后的 而且我这个装备是可以刷远古的 打远古都不掉血 就是什么石头人啊 什么呃 那些东西啊都能打 就打的那个蜥蜴可能有点伤 这个版本的蜥蜴 打着好像有点疼 攻速好快 而且打着比较痛 好的 那我现在12分钟 身上1500的存款 然后卖上两个装备圆盾 加上一张 一个450加上一张TP 因为我要献出一个单刀 呃 不管我是出灰药 还是出分身斧 我都会先买上一个单刀 就没蓝毛孔过来拉住 全能磨免是加出来了 一个大招 那没办法了 应该是 刷不了了 但是全能有点膨胀 他不走 先把这个台下的刀弦收掉 好 去刷野去刷野 就是不管你想出什么装备 就一定不要裸 因为这个装备的话呢 你没有必要去裸 除非是你真的肥的爆炸了 你可以可能考虑去裸一下 比如现在我12分钟 身上有2000多块钱 有234 那你就可以裸 如果现在你只有1000多 最好就不要裸 先把这个基础装打出来 因为这个基础装越多 你打钱就越快 好 这边是拉住了火猫 但是只有1击 你们不要搞事啊 这怎么杀 蓝猫这个时间段 肯定是只有一击的了 绝对秒不掉的 而且我们也没有爆发 我这边还差40块钱 就可以买出我的单刀了 我这边是刚睡起来 感觉有点有气无力的 刷野刷野刷野 暂时也是没有任何的蓝量了 就一个大招 优鬼这个英雄 一定要有310的蓝的时候 才感觉自己有战斗力 就一个大招加上一个D 反正我玩优鬼的时候呢 只要我大过去没有地的蓝 我一般都不会放大 我就跟队友说我没蓝 除非是一下就碰一下就死的那种 才会放 好 回家买上一把单刀 这波团可能要开起来 我们看一下 先不急 先看一看场上的战况 走出去 诶 这边拉住了火猫 但是火到了两个人 两半的大招直接就开了 兄弟你也慌得很啊 先切斧 斧过来 斧烧掉 还有这个小歪 小歪两刀 还刹一下带走小歪 这边还有全能骑士 全能骑士 全能骑士 应该也是可以收掉 还刹一下 哇 我这边也是直接死掉了 开了防脸是真的有点脆 我把这边也飞走 这一波是一换三 我换掉了一个斧王 然后换掉了两个酱油 不对 我先杀了斧王 又杀了小歪 然后换了一个全能 还是两个酱油 加一个斧 这一波等于说是我们赚了 哦哦哦 有机会 这边的火猫有点膨胀了 火猫 nice 蓝猫还没死 这波火猫是有点膨胀了 以为自己死不掉 结果被我们这边 沉默加蓝胖啊 直接给制裁了 我走了 好的 我这边也是剃刀中路 来吸一下血 把兵线推过去 然后去打野 一定要推线刷野 这才是我这个装备的精髓 就是相位封脸 或者假腿封脸 一般来说呢 就可以先出天鹰界 因为你出了这个 替代的时候 替代加补刀斧 你的攻击力是很高的 不管你是补刀的弹道 还是你攻击力都会很高 因为有鬼精英雄嘛 一般来说都是攻速比较慢的 但是你出过吸带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攻速也变快了 然后攻击力也变高了 补刀很舒服 然后天鹰界很容易就出来了 然后你只要再摸出一个吸血 你就可以打野了 然后打团再收割一下 就直接就疯脸了 这个时候你疯狂的推线刷野 装备很快就起来了 像我们打路人很多的时候 你出一个上位鞋 加上一个骨灰 本身就逆风 然后你刷野又慢 线上又要被抓 经常就会出现那种 打到了十六七分钟 你剩下这一个相位鞋加骨灰 然后就几百块 十五六分钟了 这个时候你什么时候才能出来灰啊 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废了 你就没有退路了 你只能选择变灰药了 如果你再出单刀的话 你的战斗力也不高 所以说我 现在这个装备就是一个 当时Dota2的一个版本 非常主流的有鬼的一个出装 虽然你Dota1、Dota2都玩一下 还是很有作用的 每个版本有每个版本的不同出装 当时这个优鬼 这个Dota2的版本嘛 也是出疯脸的 疯脸疯狂的刷野 后面你可以直接补分身斧 也可以直接补单刀 出了很多 好的 这边是传到了火猫 直接收掉 地面下落都是人呀 我们家是亚巴顿 被派分钟给拍死了 这边是沉默大招 配合我还有蓝猫 杀掉了一个火猫 再来一首先知加宙斯 那就是一个全球流了 以前我记得有全球流 宙斯加优鬼 加先知 还有冰魂 对 这种阵容 其实打起来真的是很厉害 我记得以前我打路人 有一次碰到了一个全球流 打得我头有点疼 这边防尸跳猴 但是防射他会不会把我转死 没有转死我 斩空了 那我只能回头杀你了 还剩一刀 我的输出是很高的 但是我有点贪心 我不想走 对面刚打落是山 应该没有人 买上一个 这个装备 打打野 打打野 先把这个 分身补出来吧 本身补买出来 哎完了 看到了一个火猫 那我直接TP 看能不能跑掉 我靠 直接三魂齐飞 把我装死了 这一波是有点贪心了 这火猫杀了我 加了580块 好的 活了刚好大招 我一般没有大招的时候 我就会贪心一点 我想把这个状态打一打 然后大招快好了 我再提回家补 哎呀 贪心了这一波 送了一个单杀 这边拍拍是在出散尸了 估计 昨天我们对黑的时候 我也玩了一盘优鬼 虽然我们那盘是没有能翻盘 但是 我那个出装 就是 你玩多了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 什么装备成型很快 当时我们的局势已经很崩了 然后我是直接出了封脸 也是这个装备 封脸 然后直接出了分身补 分身补完了 我是直接出的龙心 然后买了一个1800的闪避护服 哇就感觉自己直接就变得很强 虽然当时的装备啊 看起来不多 就一个封脸 一个分身补 一个龙心 都40分钟了 但是再带上一个闪避 仔细一看啊 我有吸血 带分身有龙心还闪避 一般来说 那种核心是打不动我的 而且当时对面还有一个大鱼人 就是非常的刚 好 这边我跟陈墨交了一下 陈墨 我放大 你放大 杀火猫 好 给上一个地 开启分身补 直接A死这个火猫 那直接带走 里面全都在中路 先让队友说一下 我有TP 帝克塔能守就守 守不了的话就可以割了 因为他们推中的话 我可以推下 这一波 一塔换一塔 还杀一个人 血赚的 我去 这个蓝胖怎么直接就送了 这个蓝猫也是被吼的 滚走 那我只能被破踢过来 哎呀 你们在干什么呢 兄弟 不要站刚啊 回头给这个佛王一个地 这个拍拍胸海 还有盾的 这个蓝胖有点膨胀了 你这个位置 我根本就不时很怕你 但是我的队友呢 哎 我队友怎么跑了 蓝猫还是被亚伯盾收掉 拍拍熊跳走 我这边风脸一开 我要去砍这个拍拍熊了 他也太膨胀了 他就这样拆我门塔 我真的不服 蓝猫能不能把他收掉 这个盾 可以 不要太怂啊 感觉我不上 没人上 这边蓝胖踢过来 摸面没有 没加上摸面 火猫也来了 我怎么死在了人泉中间 这个亚伯盾套子不给我 我服 蓝猫也是血腥第一波 可以的 这波我又死了 但是 我怎么这么脆啊 我直接就被拍拍熊 一秒钟打死了 反正我拍的疯脸 是真的点脆 这位蓝猫 有点小怂 哎兄弟 你是什么滚 兄弟别被加死 加死了 完了 这应该要没了 这个蓝猫 怎么感觉有点笨重呀 要不然先被打了 等我刷一个散尸出来 其实我这个装备 已经很好了 二十分钟 疯脸加分身腹 已经算是很肥了 还多了一个欢心痣 沉默的话 估计已经走不掉了 沉默应该死了 直接斩掉 这蓝猫复活 滚过去杀小歪 好的 拉住 一个残影 问题不大 直接收到 还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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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火 两秒钟火 我里面是有大招的 看一下 传到了 这边的火猫 哎呦 这火猫 人品有点好啊 看这个全能能不能杀 全能加了魔面 很急 算是分身腹 我也不开了 因为感觉杀不死 先把这个眼吃掉 补刀服 现在可以吃眼 大家也是不要忘了 就是当你 排眼排不到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补刀服 来把它吃掉 排行分身腹 因为我感觉这个兵线 要赶紧退后去 有点不安全 很僵 是有点僵呀 兄弟们 刷羊骨了 以前的这个节奏来说 我23分钟 多一点点 就应该可以打到 30了 刷线刷线 大家线呢 蓝猫和优鬼的装备起来 对面是没得打的 这两个英雄 如果同时有装备 对面是 不太好赢的 任何阵容都不好赢 只要这俩英雄 同时有装备 因为蓝猫装备好了 跟优鬼装备好了 都是无脑切团的 很无脑 直接就可以切入 兄弟 把这波线给我 真的 哎呀 很急 很急 哎呦兄弟 你别搞事啊 你亚伯顿 不要跟优鬼抢钱 现在我也是非常缺钱 我这个散尸出得越早 这个团战就越好打 对面也是拿到了 这个肉身 我们家的鸟还死了 感觉我这番队友 有点毒瘤呀 其实我有大招的时候 或者快有大招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完全抱团了 而且现在这个 加分的模式还是赢了 就大家一起加 输了一起减 还有很多人打的这个游戏 特别毒瘤 如果是像以前那种 MVP加分的模式 这些人他能 更毒瘤给你看 反正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路人 他就真的滑 那你想象不到 只有更滑 没有最滑 不对 只有最滑 没有 反正很滑 我还差一千 就拿到我的散尸了 一千一千 主要是没有节奏 我这打团不好收割 我就很急 一般优狗大招的时候 打不起来架 就是一个很僵硬的事情 优狗最完美的节奏 就是有大招 对我开个团 然后我过来收割一波 然后再去刷钱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阶段 而不是我们的队友 东张西望都很散 然后打不起来 比如说这个 这个这个 全能 如果蓝猫在的话 滚过去拉住我 一个大招就直接砍死了 他来蒙面的架不出来 还有沉默术士 对面这个拍拍熊 是出了一个引刀 因为他要出大引刀 所以出了一个小引刀 先过渡一下 这波团 对面好像又有盾 但是我觉得可以打呀 你们赶紧来 散尸还差四百多 这一波虽然我没有散尸 但是有沉默 还是可以秒全能的 只要这个蓝猫 找到全能拉住 我直接就开个大招 随便切 然后沉默大招 团战很好打了 看一下小白 是棒子直接插出来 这个蓝猫他不上 这个蓝猫他不上 府王跳好了 好空了 这蓝猫你不上 杀全能呀 哎呀你不杀全能 蓝猫人呐 在杀府王 我惊了 你这不是 留人啊留人呀 留人啊快救我一下 套子套子 哎哟 套子呢兄弟 蓝胖先加了个嗜血术 这蓝胖第一拳是没有F吗 看他加了个嗜血 好像套子也没给我 我想报警 哎哟这样的话 派费兄拿了一个双杀 拉住 加了个魔免 这应该追不上了 走吧走吧走吧 这个蓝猫没蓝了 哎 你这怎么杀火猫啊兄弟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把自己做保稿 还把队友做保稿 先把队友坑了 然后自己也估计跑不掉 150的蓝 想杀一个将近满血的火猫 你这不是在搞笑 这样的话 发费兄要把蓝猫也收掉了 蓝猫这边也死掉 别跑了 送个包走吧 大家都是朋友 发费兄是没有大招的 不是没有盾的 还有十八秒终于活了 我打得很急 因为我发现我们 先在杀掉了对面一根之后 人都在往后跑 人都在跑 我这边踢过来 我这边找斧王 先把他杀了 我不管了 我有点生气 开了分身斧 还是被吼住 再奶我一下 死了可能要报警 这边受到了斧王 我这边是有那么一点上头了 这一波差点又是死掉了 我是直接开了封脸 然后被死亡好住 有点小上头 差一点钱散尸 26分钟了 还没散尸 本来以为是23分钟 你们各个点金 亚巴顿再出A仗 这个亚巴顿裸A仗 那不是一个很愚蠢的行为吗 这样的话 狼猫应该可以单杀掉这个小歪 死掉 可以 狼猫下一波就有子愿了 团队还是很好打的 亚巴顿这个英雄真的出 裸一杖是很蠢的一个行为 因为你裸一杖 你自己玩的也不爽 然后打团实际上也没什么用 这个亚巴顿他有点怂 打团就是跑 还不如出那种战路装呢 是吧 什么刃甲 电锤 然后双刀 这种装备 技品 你打团冲上去吃技能 又能输出 然后跑的又快 然后输出又高 你这样你自己玩的也爽 对团队的作用也大 裸给让打团不上去 刷钱贼慢 输出贼低 玩的这个也不爽 对面可能打热山 这一波是可以打的 我有散尸 蓝猫子愿 我散尸 我子愿 他应该是想说我子愿全能 因为我经常也打错字啊 比较了解 这一波是刷肉山了 那应该要开一波肉山团 看一眼呀兄弟 好 蓝猫鬼就看了一眼 兄弟 看一眼就可以了 不要打不要打 我们没有输出的 我晕 那这样的话要开团了 我直接大招 先切小歪 蓝猫直接被秒 要不就是直接开了大招 你也太怂了吧 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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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套子又给自己 我服了 那我不是要交掉了 蓝胖也在跑 这蓝胖也在跑 满血都在跑 让一个沉默在前面输出 要不就加了套子 在后面欧毕 蓝胖 蓝胖 我死了你这么勇敢 我活着的时候 你怎么不往前冲啊 你们都是不是来玩游戏的 怀疑你们在搞事 蓝猫直接被秒 好 收到了拍拍熊 哎 这把拍拍熊支付了 好像被蓝胖给boss了 还可以 那目前位置是二换二 TP 被C住 那这样蓝胖也走不掉 刚说还可以 又死了两个 这一波我讲道理 真的是没有点 没有点看懂 这个蓝猫直接被秒 而且 蓝猫是直接上去开肉身 头有点晕 刚才那个位置 只要让对面打不了盾 我再上次刷线 推塔 我能打很多很多钱 对面的火猫也是一个会玩的 那这样的话蓝猫可能又要死了 哎呀 蓝猫 大爆Q 蓝猫已经是跳刀飞鞋 狂战 已经得肥了 而且又拿了一波人头 都已经无能当了 刚才如果他们不去那边 乱开肉身团 或者是他们开了团 不要卖我 让我收割 没死的话 其实都是不亏的 最好的就是我在上路刷钱 他们在那边耗着 这样我可以打很多很多钱 然后肉身他们也打不掉 结果我一上去 他们又把我卖了 雅巴盾每次都是满血开大招 就是只要被打 就瞬间开大 开大招 然后就给自己加套子 我想报警 这一盘我都不想打这个 杠SH 就看输出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盘的输出 他们四个加起来 应该比我多一点点 因为感觉他们都在滑水 这个蓝猫这英雄应该是有输出的 其他几个就真的滑水 打团不上 老卖我 而且又不喜欢主动留人 这边全能带了盾 火猫飞过来 但是火猫我已经不太好杀他了 也能杀也能杀 我藏一下 我藏一下 如果这火猫再带的话 等一个封脸CD也应该能杀 哎呀好急 下路二塔对面要推 这个火猫盾没了 我就要杀他了 沉默沉默 哎呦 你的大招还没说呢 那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杀我 杀不掉了 传到下路 好像杀掉了一个小歪 哎可以 全能盾也交了 拍拍熊 给个散尸 应该有机会 蓝胖你冲上去 你别跑啊 你满血你跑什么 哎呦 往这边跳好我 全能开了大招 还好 要不然这个 可能要被烦死了 全能手打很关键 蓝胖滚上去 又滚走 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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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如果全能不开大的话 可能要被自己弹死了 他开了大招 我一防不掉血 好像就不弹 只有赚的伤害 这个蓝胖也太怂了吧 你枉为一个力量英雄呀 满血打团OB 丢了技能就跑 知道你带下反应 这波对面想逼高地 先放一个地 蓝猫滚上去 子愿到全能 应该是可以秒的 我是被火猫给TC到了 先把全能A死 拍拍熊跳进来 让开让开让开 给个散尸 哇靠 你看这蓝胖 不推我 先推自己 先保证自己不死 可以的 那我先撤一下 贴个大药 贴个大药 这波应该可以打 火猫是放了个魂 踢回家 补状态 我先踢过来 第一下 先收府王 先收府王 我好像不太行 好像不太行 我不能太扛了 因为我感觉队友要卖我 可他夹了个套子 夹了个地 但是你可以上来 哎呀兄弟 你不要一直跑啊 哎呦 真的是头疼 本来我是想先杀府王的 但是我看到这个亚巴顿 一直在跑 我怕巴菲生把我拍死 那府王那么一点血 两刀就死了 这一打架 他们就往后跑 我就真的很慌 因为其实我是比亚巴顿 还要脆一点的 我开了封脸 应该差不多可以 把这个折射抵消了 而且要再疼一点 血量也没有亚巴顿高 打起来的时候 都在跑 我就真的感觉 他们老是想卖我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这边已经是11-7了 打了30分钟 死了7次 好 这边蓝猫直接滚的小歪 这随便单杀吧 讲道理 虽然这个滚 虽然有点浪费蓝 蓝猫还是一个扫鞋 火猫出了一个单刀 要出分身符 也是想解沉默 解沉默还是比较靠谱的 但是分身符 等一下 分身符好呢 还是一个BKB好呢 我感觉 BKB好好一点吧 应该 分身符也可以解蓝猫的子愿 但是BKB的话 打团就无脑输出 也不好说 毕竟分身符的话 加属性加的比较多 而且还能加攻击力 我这边是坐雷二级散尸 33分钟 我的装备已经很僵硬了 我从一个无解肥优鬼 打成了一个不肥的优鬼 现在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装备了 再死一波的话 不更装备就已经是逆风了 我真的觉得你们开个雾随便干 为啥每次收钱的时候都站在前面 打架的时候都站在后面呀 这让我打得很惆怅啊 原猫猫是过来TC消耗 你们真的可以去开悟 现在还是能打的 沉默有大 蓝猫有子愿 找到人就直接瞄了 只要带个粉 别让他们微光把我们秀了就可以 我猫是做了一个分身符 小歪小歪小歪 全能 滚了直接上了 哎呦 我呢 很急呀 蓝猫呢 蓝猫呢 算我直接开大楼忍不了了 我先切全能 先切全能 我第一线怎么没有飞过来 先把全能切掉 这边小歪 我分身符怎么没有开出来 我还以为开了呢 不过应该死不掉 开起分身符 砍死符啊 可以呢 这样的话 应该可以把对面都秀了 红猫一个TC 但是我没有死掉 开白熊想走 应该已经走不掉了 蓝猫拉住 上去就砍他两刀 又给了一个F Nice 结果打了一个零换四 这个团战对面是真的打不过的 而且完全打不过 主要是这个蓝猫有点呆萌 说实话 这个沉默的大招 每一波放的都还挺不错的 就是我跟这个蓝猫 有点配合不到一起 我就感觉每一波 都是我直接开大切入的 而不是蓝猫飞过去 拉住沉默开大 我再开大这样切入的 都是我直接开大切小歪 或者切全能 就感觉已经完全配合不到一块了 很急 好的 这一波感觉可以摸一下高地 可以摸一下 这边还有40秒的一块白熊 火猫里面也是装备起来了 疯狂的消耗 哎呦 这个亚巴 对你能不能不要站在人群中间呀 他要狂战呢 算了 走了 而且火猫的替震甲是不弹的 你站在了小兵中间 肯定是会被各种砍 就你站的兵越多 你掉的血就越多 每一刀都会砍到你身上 而且分裂 很急 我身上是有3800的存款 但是我并不选择出灰药 因为这个时间段出灰药的话呢 就已经把自己做保稿了 就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了 虽然说充值能让我们变得更强啊 但是这个充得有点晚了 这个时间段一定要先出龙心了 把你这个血上限搞上来啊 是吧 龙心出完了可以选择出蝴蝶 也可以选择出大晕锤 就是选择性就比较多了 如果你出完了灰药 你的血量还是这么多 很脆 这就没有用了 如果对面是一个飞机的核心 或者小鱼人的核心 你就可以选择出灰药 然后可以补上个BKB 这一盘这个BKB不太适合 如果像打那种小鱼人啊 飞机 你就可以出BKB 然后刚正面 这第一波飞机开BKB 我也开BKB硬钢 因为飞机它不是一个物理高爆发的 它是一个 怎么说 魔武双修 它是法系加上物理都有 后期这个物理输出才高 前期是基本靠技能的 所以说你出BKB跟飞机硬钢 都是可以的 像小鱼人也是 前期基本来源于C加跳 这个伤害 你靠普攻那点一点一点A 那是靠后期了 所以说前中期的话呢 是可以考虑出BKB的 但是这一盘是不行的 这一盘 对面拍拍熊 狂暴物理输出 加上一个火猫的TC 所以说BKB不适合 装备是要看情况的 那我这边搭斧头一买2100的血 等我龙心一出 带个大晕或者带把蝴蝶 我就瞬间无敌 感觉奶死了一个沉默 这边沉默是直接被火猫单杀掉 出过祭品出过祭品 我们现在的装备已经是有点小裂了 这个混向怎么一直走啊 中路 怎么又被秒了一个 蓝胖也是直接支付掉 我要不要开大招 我很急 算了我可以开大招切的小歪 先把小歪秒了 小歪 哎呀小歪还有威光 哎呦算了我先走一下 回来切全能 全能全能全能 应该是有机会的 蓝猫被吼住 全能先杀掉 自杀了可以 拍拍兄弟打我 哎救我救我 蓝猫拉他拉他拉他 打我是真的 打的是真的 拉他拉他别跑了 亚伯顿救我 可以啊这边改上一个散尸 哎亚伯顿别跑了 卢塔卢塔 哇许防强好 救我救我 救救救救救救救 救我乃我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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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没有死掉 还有这边的小歪 应该也是跑不掉 吹自己散尸下来 直接收掉 我靠这个团阵 打的未免也太刺激了吧 这个打着打着 就发现队友都在往后面跑 本来这个拍拍兄弟打我 蓝猫打了他几下之后 发现自己 A不动他 想跑 结果亚伯顿在很远的地方 乃到我篮口 人都已经快跑得不见了 在下优鬼表示 真的很慌 每一波团 这个亚伯顿可能就抱着 这样的一心态 老夫的套子已经给你了 老夫的奶已经给你加了 死不死 优鬼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哎呦 每一波团就真的很慌 还好我出的是一个龙心 如果上一波出的是个灰药的话呢 可能在 很早之前就已经被拍拍兄拍死了 不过这一波我是真的很强 我已经有龙心了 等我再更出一把蝴蝶 我就完全不怕这个拍拍兄了 因为拍拍兄这个装备 呃是没有金箍棒的 而且这个英雄是很吃格子的 他没有什么格子出进入棒 蓝猫是出了一个吹风 加上一个飞鞋 你们的人 能不能来干一点点正事 啊 吸血鬼我去了 下路两个吸血鬼 上路一个吸血鬼 这个时候其实我笑了 我才是一个真正的吸血鬼 兄弟 你们赶紧去干人呀 不要再打钱了 这个线留给我 一个沉默跟一个蓝胖 打钱打得贼开心 我也是无语了 赶紧发个信息 我大招 上了火猫的话 是火了一个水军剑 肉山顿势刷了 来我上了 你们快点开悟去干 开悟开悟开悟 对面拍拍熊可能已经进去了 这个蓝猫你可以滚他了 你玩不玩 你可以滚了 你不滚我开大了 我已经说不了了 拍起分身符 我直接切全能 磨免应该是给拍拍熊了 好的切死全能 拍拍熊是给了我一个大引刀 散事已经运光了 打拍拍熊 打拍拍熊 应该是打得过的 富王就没跳好我 亚巴顿呢 推我一下 推我一下 别看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边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 好的 这边是收掉了拍拍熊跟富王 这波团打了一个零换三 零换四 全能是选择了买活 可以的 我发现这一波亚巴顿 怎么追不见了 差一点就把我打死了 这个亚巴顿追人 追得有点深入了 已经这波让我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可以推了 可以推了 不要打热山 赶紧推了 对面 50秒 40秒 30秒 不推 我们家人呢 对面 不是死了好几个 我们家一个都没死吗 怎么就我一个人 你们玩不玩 先买上一个闪避 怎么就我一个人了 还有一个蓝胖 我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福啊 人都不见了 我发现我的队友这个心 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大 把对面打了一个团灭 而且全能是满活的 然后结果回来之后人不见了 好的 这边蓝猫滚过来 拉住 应该有分身斧 杀不掉了 全能开了大招 但是全能磨免是到时间了 应该有机会 撒了粉 可以可以可以 他的磨免好像是给错了 给了蓝猫 可以的 这个兄弟 那这一波全能是买活死 不过他有雪晶石 60秒就活 这一波我是有买活放大的 大招估计要十几秒 这波大招要十几秒 我应该也不会直接死 大招15秒 等我死了之后站起来开个大 这波应该可以带走了 哎呀 我很急啊 打的 很惆怅 这边拍拍熊 直接上来啊 是个幻象 小Y直接大招想拉我 但是 插不掉我 扬刀了已经 解一下解一下 兄弟解一下 哎解一下 哎解一下可以 开启分身斧 被防好住 算了 这波我不准备跑了 编个队 准备直接买活 对面的房已经死掉 还没有死 又奶了 为一可 让我死 让我死 我不准备跑了 好的 省得买活 哎呦 点错了 开大招 大过来 拍拍熊 先把发病杀掉 我们家的人呢 怎么又没了 不是 你们玩不玩游戏的 对面不是死了三个吗 我发现我大过来之后 对我全在后面 都已经下了高地了 你们不是把我做保抗吗 兄弟 跟你们玩真的是 着急呀 高地塔直接破掉 踩兵营 对面拍拍熊 加了龙面冲过来 开启分身斧 问题不大 他已经找不到我的真身了 好 他也开了一个分身斧 他一直在打我真身 怎么搞的兄弟 应该是有这个上面的buff 开了分身之后也是有的 头上的那个 头上的那个 你们怎么又在跑啊 你们搞个睁眼什么的 哎 我发现 你们这样就不对了 好的 A死这边的火猫 还好我这个装备 是真的很肉 要不然我是一点安全感 都没有 把真眼往里面拆一点 要不然微光 一会又把我们秀了 好的 直接拆掉第一路 进展兵营 87秒的火猫 开启分身斧 这样的话可以去打盾了 可以打盾了 这个盾一打 应该就赢了 好 防吼住了后面的沉默 那我这边直接递了小歪 上去把小歪砍死 有分身 直接收掉小歪 不过我们家什么也死掉 府王也死 排排熊 他打不过我的 这不可能打得过我的 装备碾压 好的 还有这边的全能骑士 只剩一个人了 感觉这一波可以打击地 不要追他了 先把这个小建筑拆掉 直接打建筑 这里也杀不死他 兄弟 浪费时间呀 快拆快拆 有这功夫都拆掉了 对面最快的还有 拍拍兄买活了 开了个分身斧 想骗技能 你这也太天真了 兄弟 我们直接拆 直接拆 不理他 拍拍熊跳过来 打我 打他 打他 打不够我 我这边装备是很好的 蓝猫滚目是子愿的 拉呀拉呀 可以 拉住这边全能 直接带走 这边扬住 拍拍熊 拍拍熊 哇 拍拍熊好脆 连这个 大招都没开出来 直接死掉了 那这样的话 拍拍熊买活死 就可以直接基地了 我靠 这个亚巴顿 你刚才打团的时候 那么猥琐 你这个时候 直接冲拳了 我头有点疼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也是到这里 就基本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盘 优鬼疯脸 不是 疯脸优鬼的一个主流的打法 就是 什么情况 出疯脸 什么情况下 出这个骨灰家铃看 好了 那么在我们的视频的结尾呢 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每期会抽出一双潮鞋 好的 那我们等一下再见 好的 这也是欢迎大家回来 但是我刚才 本来是想把这个 骷髅王的视频 还有我们剧魔的视频 把这个两期潮鞋给大家抽出来 但是我随便点了一个人 我找了半天 我也没有找到 这个从哪里发送信 我就真的很着急了 我不知道怎么私信 所以说有知道的朋友呢 你可以在微博 告诉我一下 然后我下一期视频 把这三期呢 一起抽出来 如果真的就没有私信的话呢 我就会再发一条微博 到时候你们在那个微博下方留言 然后我们每一期都在微博里面 直接抽就好了 那然后我的微博呢 叫唐建鹏 后面一个平静的乖 然后这也是最近两天发的微博啊 平时我也不怎么发 这是第一次看 就是一轮演唱会啊 非常的开心 然后这个是我 那会儿在玩巨魔嘛 因为有几天我一直在玩巨魔 后来玩透血了 翻译巨魔 太透节奏了 就不玩了 老叔看玩优鬼 找到了优鬼的乐血 然后这个是我 哎打了好多天 就打不到素材 很着急 然后这个是比赛给给了 反正平时也不等发微博啊 偶尔也会发一些福利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也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然后千万不要忘记 在每一期的这个留言 就去参与这个潮鞋 如果实在没有地方的话 就在我们的微博下 哎呀大哥啊 微博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